我們是無性夫妻 就是我的靈魂上的伴侶 結婚前我不知道老公會變那麼廢 我也不知道小孩會把我 就是弄得我想要我的那個點心率太低 既然妳願意 那我就問妳跟妳老公現在一個禮拜 做幾次 我最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做幾次 我們是無性夫妻 就是我的靈魂上的伴侶 我們非常習慣這種感覺 妳老公什麼先做 我老公是雙子做 好合喔跟妳水平啊 所以妳們都互相不管對不對 不管 就是很給對方自由 然後也很信任對方 我很難得找到這種 因為我以前的男朋友都是 轟轟烈烈 然後一定要吵來吵去 然後他稍微做什麼 我最喜歡 我很累我沒有辦法 我最喜歡在家裡吵到那個館區 會來按門鈴那種 喔浪漫浪漫 太誇張 真的真的我喜歡這樣 以前真的好長 就是以前男朋友都好長 妳家婚姻常來 以前很常 沒有以前就沒有結婚啊 然後就為了小事情 比如說工作稍微調整一下時間 就原本的出遊要改時間 然後以前男朋友就會大生氣 就說為什麼你的工作跟別人不一樣 就怎樣怎樣 然後一定要工作 不配合他 但妳這個先生就是說 也給妳絕對的自由 在妳的工作 她在事業上面蠻支持我的 對 但只是小孩要顧好的 那當然那是基本的 我覺得我們這麼感性 他們是不想看的 沒關係 因為我都好有壓力 我好怕你們不喜歡 那妳就把瑜伽服脫下來 露點給大家看 讓我看看 妳被兩個兒子吸雲過的乳頭 是否還是轉橫色 欸 我覺得結婚前都沒有想過這麼恐怖 就是這些事情 我不知道 結婚前我不知道老公會變那麼廢 我也不知道 小孩會把我就是弄那麼慘 因為我一直以為 只要我有賺錢 我的小孩 我就可以不用做家事 不用顧小孩 什麼意思 要找阿姨嗎 對 我一直以為 但結果 因為阿姨 就算有阿姨 有保姆 妳也都要跟她溝通 跟跟她調配時間 沒有365天跟24小時的阿姨跟保姆 只有365天的老婆 因為我們的辛苦是在於 一年365天 對 無時無刻 然後每天24小時 真的 無時無刻 還有我們是無常的 因為現代女性多多少小 也會想妳投注的東西 會不會有回報 對 那我問妳一個問題 妳的兒子啊 因為我沒有兒子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是兒子是不會在家裡講說 媽媽很漂亮 會 他們覺得媽媽最漂亮 而且妳還一直灌輸她這樣 灌輸她說媽媽就是最漂亮 妳有看到比媽媽更漂亮的媽媽嗎 所以說沒有 可是我女兒 她從以前開始就會說別人的媽媽比較漂亮 還是因為她是看演藝圈的人的朋友 可是就算在演藝圈 我也算正的啊 中年婦女裡面我也算正的 身材好的啊 他們竟然喔 會說我是老女人的欸 朋友就說真的太遺憾 她說我沒有生兒子 她說兒子很容易覺得媽媽漂亮 媽媽 我兒子會說我漂亮 但他也會說 我比我大 這次也還好 她也是蠻老實的 我看看 有大嗎 她真的蠻大的啦 而且是生了兩個之後 喔 但是 她就不會說我胸部大 你看她講話多老實 而不是 風格 而不是 神様 這次 這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